跑一百多公里去修个电 来修一个工厂的电路 好的案例不常见 看这个算不算 看一下出现了什么故障现象 工人师傅说 在设备运行的时候 三项火线有一项电 电压偏低 其他两项偏高 那就用万一表测一下 零火之间的电压 就是每一项火线对零线之间 这项电压偏低 不到220伏偏低 这电压连200伏都不到 再看中间的一项对零线 这个电压高 超过了250 这个电压高 然后这一项 电压250 很明显它这个应该是零线续接了 零线断了的原因 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会导致一项电压低 这一项才170多伏 而三项电 三项电压两两之间 电压正常 380伏 这电压是正常的 每一项火线有零点时间 新年车220 结果有一项地 去上一集电闸看一看 前面有个美女 这镜头哪去了 算了 还是看这个总杂吧 车间的总杂 很新呀 这个应该怎么测呢 先测电压 用电笔测 对地电压 这一项197 这一项 240多 247 这一项 也是240多 零线 零线有40伏的电压 这个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用这个电笔测出对地电压异常 或者是零线带电 我一般都认为是有漏电的现象 今天这种情况有点不一样 你看这个浸线 测的196伏 出线 也测的190多伏 这一项 250 这一项 240多 零线 14伏 不一样 它和浸线不一样 再看一下浸线 浸线零线 40多伏 下来以后就行 所以说这个浸线 我得给你打开看一下 这个浸线是7辆 新浸线 什么时候换的 刚换的 刚换的要全 刚换的 这是很奇怪 这个 上下居然是 我两眼上下有没有电压吧 上下居然有电压 连线 上下居然有电压 上下居然有电压 上下居然不该有电压的 再继续测 再测零火之间的电压 这一项 超过250 这一项也超过250 这一项200伏多一点 和在设备那边测的差不多 这是出线 再测一下它的进线 电闸近线 零火之间的电压 或相于零线 正常 230多伏 都正常 一样 看这一项 与零线之间 正常 电压正常 近线电压都正常 看出问题了吗 也就是说近线的 零火之间的电压正常 而出来以后就不正常了 这个零线出来以后就不正常了 这个很好判断 这个 我在测 出来的零线 与近火线之间的电压 看 都不到200伏 所以说不正常 它这个零线是断的 或者是续节的 其实它这个用电笔 已经测出来了 不正常 下边零线的电压 和上边零线的电压 不一样 现在判断出了零线不好 那是不是还有漏电的现象呢 怎么来测漏不漏电 用这个柔形前表掐一下 掐三根火线一个零线 如果有漏电 它就会显示有电流 看多少 27安 28安 28安 显然是漏电的 这样这个故障就升级了 既有漏电 零线还不好 同样用柔形前表掐它的近线 也显示 28安左右的电流 那下面就开始找一找 看在哪漏电的 那这个去车间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美女小姐姐还在吗 人姑娘走了 姑娘与老纳无缘 还是继续查我的电 总配点箱过来的电 接着来了 这根是过来的主零线 用前表掐 零线居然没有电流 那这个电流哪去了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呀 看 就没有电流 主零线断了 当然没有电流 那么它的电流 顺哪跑了呢 掐一下这个线 29安的电流 30安 电流 顺这个线跑了 这个线是干啥的线呢 用前表掐 每一个分路的零线 多多少少都有电流 也就是说现在是所有的回来的零线 还没有 没有在主零线走 没有在主零线走 它顺着这个跑了 都顺着这个跑了 电流 这个线 放在地下的 这不这个吗 对 没用了 这个没用了 这没截吗 断了 对 那还用呢 这个电流 你看这个零线去哪了 这个电流 断了 我从车间外面把它截断了 掐断了 对 掐断了 已经不用了 原来这为什么掐断 这断了吗 因为它中间打火 这个地面下这一部分 爆了 地面下爆了 爆了之后就没用了 我重新跑了一个零线 那那那 就可以把它断了 对对对 可以 断了吧 把它掐断以后 所有的零线往回走 就不漏电了 断电 拆掉这个所谓的零线 其实是一个 已经接地的一个 废掉的零线 可以看一下 拆掉那个线 侧漏电 可以看一下 拆掉这个线 是对地漏电的 它本身就是接地的 所以说这个电流 都顺着它 进入了大地 然后再到这个 总杂这看一下 现在的零火之间的电压 你看一下 哇 超过了250 这个电压很高 但是这一项电压 变得很低 看一下零线断了 零火之间的电压 会变多少 300伏 300伏 所以说会烧东西的 它这个近线电压 依然很好 很正常 那这种情况 还等啥呢 直接断电 近线的电也断了 下面我就把这个空开 打开看一下 他们说这个空开 是新换的 不可能出问题 那就看一下 是不是有问题 好了 打开看一下 这是内部结构 现在看不见触点 因为有个灭胡罩 拿掉灭胡罩 可以看到 它这个零线触点发黑了 都发黑了 这个火线的触点 这个没发黑 再看这一个 这个也没发黑 看这一个 这个也没问题 火线都没问题 就这个零线 一般这种情况 是发生过短路 或者是大电流 下面我准备 把这个触点 让它接通 看一下 原来为什么打火 黑了 用弯表测通断 看一下 不通 上下都不通 这样可以确定 它的触点不好 触点是断开的 虽然看了触点闭合了 它就是不通 可以确定 这个视频为证 它这个处理也简单 因为着急干活 所以把主零线 直接压到了电闸的下端 直接短接在一起 好了 直接送电吧 这样再测量电压 都正常了 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 都一样 没问题 好了 现在哪哪都正常 我也就完成了 这次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请多多指点赞 订阅